野生郭台铭搭高铁被捕获 只是近点看着打赤脚的画面 据悉是郭台铭搭车习惯 不管是搭高铁或坐私家车都一样 但也被强调因为鞋子好 就算不穿袜脚也不会臭 而被拍下这天是三号下午 郭台铭拼选举新竹新北来回奔波 其中一场是这计程车工会活动 有一年特别预算 防疫特别预算 但令反击非事实 搭私人飞机的人 你这可能就很少去搭到计程车司机 郭董是听在场的问奖们的心声 那民进党说明明有补贴小黄 但是问奖说我没拿到 这就有猫力了 只是摊开过去三年政府的纾困补助 2020年疫情刚爆发除现金三万块外 还有防疫物资跟油资补贴 令报名培训课也有补助 2021年三级警戒加码一万 共现金四万块 2022年随着疫情逐渐解封 谨慎补贴防疫物资五千元 期间还有转型防疫车队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几乎接近封城 那时候都没生意 然后那时候就是封城完之后 政府有补贴每个月一万块 总共三个月 政府实际上对于计人车司机的 这个补助并不是少的 而且其实也算快 所以我想郭董可能要真的去 问了解这个实际产业状况的人 再来发言会比较恰当 郭台铭想借机执意黑政府 但有些扫黄司机想法不一样 TVBS新闻 李国电视换柔 陈立明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